我把他说什么 不是第一句话说什么 你好是吧 你好我是许志远 欢迎来到逻辑思维 我现在的商业困惑是 我还是不完全能够接受商业逻辑 包括如何将我们的读者 听众用户 转化成真正的购买者 而逻辑思维在这方面特别成功 我们录这节目是很随机的 可能今天下午想一想就去录一下 可能三四天都没有兴趣就不录了 但在罗振宇做到了 几乎每天都可以坚持 像时钟一样精确 这种对自己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折磨 有时候也不免同情他 在世界政治史上有这么一个词 叫地缘大锤 可见秘鲁这场改革 实际上的领导人是谁 什么叫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乃穆西典就是啊 他是个卖胶囊的人 他把知识放在胶囊里面 塑效救心完 然后你就吃下去 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音乐了 这像什么感觉 好像音乐 你觉得像吗 就是他给我最初的印象 像那个 Surfin USA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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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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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